一个多月之后,白城,最高层的码头区,远方吹来了冰冷的海风。倘若从顶端向下看的话,整个白城都好像一座高塔,笔直的向上延伸,直到丰锐的顶部直接没入汹涌的海洋中去。像刀锋那样尖锐的棱角劈开了涌动的海潮,浅浅地刺入了海中。在这里,上和下好像是一种分外模糊的概念。 作为陷阱少数的大型开放边境,整个繁华的城市好像山一样,一层层的建筑堆叠,一直到最顶端的码头区,甚至真正的没入了头顶的无尽之海中。倘若在此处仰头的话,感觉整个人就好像倒悬。能够看到灰黑色的海洋在自己头顶数寸的地方被塔尖撕裂,开辟,发出轰鸣的声音。 如果扶手,便能够看到脚下喧嚣的城市,如同潮水前面的沙宝那样,好像随时会被天穷上的海水冲垮,压塌。 白色的高塔映衬着海面,整个世界便纯粹的只剩下黑白两色。 这里是白城著名的景点之一。作为诸多路线的中转地,为了最大程度上省略货物搬运和装卸的环节,才会请创造主再三调整和修改这里的框架,形成了一个延伸的重力带。 所形成的奇迹,正是没入了海面之下的那数米的塔尖。 看似微不足道的距离,实际上却将整个边境和无尽之海都重叠了起来。 保持最大限度的接触同时,又没有导致框架失衡,引发全方面的崩溃。 这一份设计不可谓不精巧。 怀师在这里拍照拍得不亦乐乎,摆出图为旅客专用的剪刀手拍了好几张之后,才满足地收起了手机,拖着行李走向了等候区。 他来这里已经有大半个月了。 不同于上次的形色匆匆,这一次总算是领略了一把边境的风情。 作为无数边境中能够排入前五的繁华都市,白城的居民对于来自陷阱和其他边境的人都有一种奇妙的优越感。 在得知怀师来自陷阱之后,神情里总有一种十分克制的热情。 就好像是在说,啊,既然来了那就好好玩玩,好好逛逛吧,开开眼界是好事。 在习惯无尽之海的存在之后,这里的人也难以想象陷阱空空荡荡的天空。 只有几朵珊瑚云飘来飘去的,难道不会觉得空荡荡吗? 没有一个盖子,总感觉会掉下去。 不同于陷阱的原质平衡,在这里,原质充沛程度总会有所起伏,形成潮汐一样的周期性现象。 外加上离开了查拉图斯特拉密仪的中心区域,更多的时候不会有白银之海的强烈压制,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边境升华者的成功率其实是要远远高于陷阱的。 哪怕是未曾升华的人,多少也具备着充沛的原质。 就算是除了部分边境种族之外,大部分的生理构造和陷阱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依旧可以一眼区分出来。 至少本地人是能够区分出来的,甚至不同边境的人在彼此接触之后,都能够第一时间凭着经验和感觉判断出对方的来路。 不过,判断往往也会有出错的时候,毕竟感觉这种东西往往不是很靠谱,除非是特征和口音非常明显的程度。 形形色色的边境文化着实令人大开眼界,包括实物也是。 出乎他的预料,本地的人竟然是不吃海鲜的,反而极其推崇素食。 仔细想来也很正常,无尽之海看上去是液态没有错,但和海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没什么正常的鱼类生物能够在里面活得很惬意。 能够大规模抓到的,不是很难吃就是有毒,如果一不小心捞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整个船恐怕都能被拽进海里去。 况且,里面还混杂着深渊沉淀,吃久了整个人都可能忽然凝固变成青石种,长出鱼腮跳进海里去。 当然,这只是白城的都市传说。 传说的来源,恐怕就是那些游荡在头顶海洋之中的人鱼部落了吧。 这一只被白城从深渊里招募过来的大群实际上是白城所雇佣安保力量,他们为白城效力已经超过了200年,比有些本地人的家族存在的时间都长,可以说已经变成了白城的一部分。 怀师在街上也没少看到魁梧庞大的那家武士和尔厚带着鳞片和鱼腮的巡逻队。 作为深渊中罕见的灵智族群,他们中有的成员甚至比多数的人类都要聪明。 只不过生长环境导致他们对于人类的繁复学问并不在意罢了,当然,也有不少被人类所同化的存在。 就比方说在怀师预定的酒店里,那位大唐经理曾经很神秘地塞给他一张酒楼的名片,暗示他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还有个地方可以和各个种族的小姐姐畅谈人生。 怀师心里其实蠢蠢欲动地想要去看看,嗯,纯粹是出于对人生的迷茫,想要听取一些经验。 况且他就看看,又不花钱。 可每次回头看到自己肩膀上那只神秘微笑的乌鸦时,他就很明智地掐灭了这一份心思。 节操是个好东西,一旦丢掉可就剪不回来了。 随着等候驱钟表的低沉声音,怀师这半个月的白城之旅也即将告一终结。 这令他分外不可思议。 虽然这大半年过得波澜不惊,和年前相比起来简直平静地让人吃惊。 但这一次在边境待了这么久,他竟然没有被卷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 没有人从天而降,没有炸弹忽然爆炸,就连偶尔遇到两个宰客的黑心商人也只不过想要坑他几块钱的小钱。 安全的过分。 这令怀师内心分外不安,生怕在自己走之前给他搞个大新闻。 一直到逝者走进休息室,告诉他来自象牙之塔的砖线即将到达时,怀师都还没回过神来。 不可思议地抬头看向休息室四周,那个坐在角落里感觉无比阴沉的老男人,那个柜台后面偶尔偷窥探自己的服务员,还有豪华休息室外面眼神带着胸衣匆匆走过的几个男人,以及坐在他桌子对面,饶有兴致地跟他玩牌的中年旅客。 有一种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任务没有触发的失落感。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但是,一直等他提起行李走掉,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而就在他前脚走出休息室之后,角落里那个阴沉的老人便立刻好像虚脱了一样,整个人瘫软在了椅子上,松了口气。 悄悄窥探怀尸的服务员目送着少年远去,又开始窥探下一个走进来的客人,抿了抿嘴唇,吞了口吐沫。 在远处,响起了斗殴的声音,刚刚那几个匆匆走过的凶恶升华者竟然和那家武士们起了冲突,在隐约的混乱里,还有一个怀里塞着包裹的销售身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搭上了一条来自远方的货船,无声地离去。 就这样,恍然不知的童越狱逃窜的陷阱重犯,寻找下手目标的连环杀人魔,准备发动血迹进行袭击的狂信徒以及窃取了白城珍宝的盗贼。 等等擦肩而过,怀尸终于看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专线。 一辆,卡车,就在桥区回旋的古怪狼道尽头,随着重力的巧妙变化,无尽之海已经从头顶的位置到了脚下。 怀尸站在码头的边缘,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海水孤渡孤渡地冒出了一层层气泡。 紧接着,一辆庞大的卡车就似轮朝天地升了起来。 像是什么不小心掉进海里的事故。 在怀尸犹豫卓想要报警进行救援的时候,那辆大型卡车就好像最汉从马路牙子上翻了个身一样,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海面之上。 虽然依旧在稀稀利利地往下滴水,但其换程度好歹回到了常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有一个胡子拉茶的大汉从驾驶室里摇下的玻璃后探出脑袋来,低头向下看,看到了码头上的少年,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名单,旋即恍然。 怀先生,是吧?我是雷蒙德,前来接你前往象牙之塔的司机。啊,你好你好。 怀尸赶忙抬手,和半截身子都从窗户后面钻出来的雷蒙德握了一下手。 在客套中,两人同时挑了一下眉头,感觉到了对方手指上的茄子。 重武器,造一身后,茄子分布和手掌肌肉群的侧重来看,应该是一柄长兵器。 骑枪,巨连,长柄的廉家,锤子,还是罗马戟,心思垫转,握手却一触几分,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紧接着,雷蒙德看向了怀尸身后,叶大夫。 你也是一起的吗?怀尸皱眉,紧接着愕然回头,才发现不知不觉,自己身后竟然多了个人,正是那位在休息室里和他玩牌的旅客。 被称为叶大夫的中年男人带着一种沧桑的气息,眼神却静谧又柔和,而且谈吐颇为斯文,轻声细语,给怀尸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两个人在休息室里坐得挺近,在漫长的休息时间里还玩了两把万事排解闷,没想到竟然是同行者。 你好,正式介绍一下,我姓叶,叶苏,象牙之塔的笑衣。 叶大夫摘下帽子,和煦的笑了笑,你应该就是这个学期刚来的怀尸先生了吧? 久仰大名,今天能够见面真是荣幸。 哪里哪里? 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但怀尸还是礼貌地同他握手,能够提前见到同事,是我运气好才对。 两个人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踩着卡车的巨大货箱里展开的闲踢上了车。 货箱的竟然是一个装潢典雅的狭长大厅,比外面看大了不少,布置得颇为舒适。 或许是嫌弃两人在外面浪费的时间太多,怀尸还没坐下,就听见大厅的沙发上传来了一声冷哼的声音。